這個人是否很像爸爸? 不可能 雖然見到他三分一面 但我覺得他真的很像爸爸 你爸爸二十多年前已經死了 你自己親眼見過 但我見不到他的屍體 當日你爸爸一上船, 船就爆炸了 所以就連人帶船沉在水底 當然了, 當時水流很急 你爸爸的屍體和船的殘骸 都衝出大海找不回 當年的水景是這麼說的 你不記得了嗎? 但袁寧子說過, 爸爸有可能還沒死 又是袁寧子? 我也說的, 那些江湖術士說的話 怎麼可以相信? 就算我不相信他 但為什麼有一個人出現 這個人這麼像我爸爸? 或者人有相似? 我自己證實一下如何人有相似 為什麼你不相信自己爸爸 已經死了二十多年? 你別胡思亂想 媽 聽我說, 你經常想起以前的事 有用嗎?只差自己辛苦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老公… 老公 來, 先喝杯心茶 謝謝 真順盡 怎麼這麼順盡的?阿海 怎麼了?你今天好像深層彷彿 不是 為什麼你的手這麼冷? 你怎麼看不舒服? 如果覺得有什麼頭人生氣發燒 我告訴你, 我跟你看醫生 不是, 我真的沒事 別做了, 睡吧, 好嗎? 不行, 我今晚一定要算好一筆帳 明天給大哥看 不過身體也很重要 現在這麼晚了, 明天再算吧 我有分數了 你知道大哥肯定這麼心急 所以我想盡快把這筆帳給他 他才會安心 康, 其實你真的不用這麼辛苦 大紅圖本來就是你的 你媽媽也打算讓你接手 不過你不幸運 遇著阿森爸爸又說要跟你合作 如果當年你沒有跟他合作 你不用把錢都虧了 就不用讓你媽媽對你失去信心 我叫你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為什麼今天你突然有提醒這件事 其實現在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如果當年不是和一心的爸爸合作 做生意, 怎麼會認識你呢? 沒錯, 當年他騙了我不少錢 還害得我很慘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現在你還幫我三文的寶貝女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爸爸 和最幸福的老公 說回來, 我們真的不要這麼大勢 要懂得儲錢, 積穀房機 未遇籌謀, 我知道了 大哥也是這樣說 爸爸你也是這樣說 我怎麼敢不聽呢?是不是? 對了, 今天有沒有叫大哥來? 當然有, 他自己說 警察多工作, 做不到而已 他沒有口福, 最多下次我補分數 好, 算了, 你有大哥的心 那就對了 對了, 怎麼媽媽這麼晚? 她幫我拿個肉槌來做 我叫她先吃飯, 她總是這麼心急 她性格是這樣的, 什麼都心急 不過我叫她一下 媽, 你在哪裡? 等著你吃飯, 很餓 我正在來, 你們叫著吃東西等我 我欠幾個雞口到了, 再見 謝謝 是你? 阿嫻? 阿嫻, 想不到會在這裡見你 阿寶, 你是不是已經… 這裡不方便說話 我們找個地方慢慢談吧 這麼多年沒見, 你的座位這麼漂亮 你真是懂得保養 為什麼你突然會出現? 我以為你要問我 為什麼會平安無事回來? 你好像一點都不關心我的生死 你不覺得這樣對一個跟你共過環難的人 太過無情嗎? 當日所有的人都以為你撞身大海 但我知道你這種人不會這麼熱死 你可以騙到全世界的人, 騙不到我 謝謝 謝謝 這事都在一起了, 為什麼你媽媽還未到 我去?我先叫一叫 給完電話, 媽媽上幾個字了 又說幾個路口, 十幾個路口都已經走到了 你已經已接駁到6124 是, 去了留言信箱 我知道你還生我氣 當年扔下你和芯仔不理 但你不怪得我 當年如果不是程少康的媽媽 洗橫手, 找些江湖大哥出來買起我 我為什麼要想出這個辦法 為了逃避他們 我只會假裝坐艇出海, 被炸死 阿嫻,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是你自己對不起人的 你別怪人了, 好不好? 我這樣做也是為了投家而已 不是, 你是為了你自己 我們投家是被你自己搞散的 其實那次我也很險 那艇爆炸的時候, 震傷了我的腦 我在海裡漂流了很久 要不然剛巧有隻貨船發現我 我想我已經沒機會再回來 你不用在這裡作故事 自從認識你那天開始 你說過的話, 有哪一個是真的? 我拜託你不要在這裡裝可憐 在你出事的前一天 你早就去銀行提出所有錢 你根本是想把所有錢都拿走路 剩下三百元, 你真的很絕 這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解釋 不過沒機會 你現在說什麼都可以了 你走了之後 留給我們兩個兒子拿一身債 債主臨門哭打哭殺 我幾乎就抱著兒子跳樓 回想起來 你是不是應該謝謝我才對? 要不然我突然之間人間蒸發 你有機會跟程少康在一起 原來你見我之前, 你找人查過我 你現在好吃好住, 身嬌肉貴 個人都已經貴了 連老公你也嫌棄了? 你不會無緣無故回來的 你這份人做什麼都有你的目的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目的 總之就不會是一件好事 我太久沒見過兒子了 我這次回來就想認回兒子 你別再搞兒子了, 還害他不夠嗎? 當你故意帶兒子出海釣魚 其實想他做你的目擊證人 證明你撞身大海 你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可以利用 你有沒有血性? 真是難為阿芯 還以為因為他叫你幫他買汽水 所以上船就出事了 他為了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他很難過 他一直很內疚 他以為自己害死自己的爸爸 我兒子原來這麼豹順 還整天想著我這個爸爸 那我更加要跟他醉下舊了 老天寶, 我麻煩你了 你別再纏著我們兩個兒子了, 好不好 你真是太無情了 無情的人是你 你的電話響了幾次了 我想是李先生找你 你不如先聽我的電話吧 免得他擔心你 你想怎麼樣? 你是不是想要錢?要錢我給你 早知道我進入都不想見到你 你要多少你說吧 我還是不阻礙你 反正我們以後有很多機會見面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謝謝你